烏龜身体塞满了食物 在霓虹灯的点缀下 闪闪发亮 高雄这间关地庙 每年都会举行祈福拉龟王的活动 万人骑拉20公吨的大龟王 采接祈福 我觉得蛮热闹的 好几只龟都在三多路上 然后看起来就蛮多信众在参与的 这蛮有意义的 农历的1月9号 那个提供声 我们会去绕境 只要你今年越用力 来拉这只烏龟的话 你今年的运途会非常的顺遂 这么大只的乌龟当然搬不走 妙方今年也有准备上千只小小龟 要让有缘人拌鱼带回家 会会来走村 祈福国泰民安 然后身体健康 做很严慎 对对对 我们也是都会来这 有机会就来这做义工 民众起龟就是希望新的一年 能够国泰民安 而要知道运势如何 来看看今年的第一只国运签 抽的怎么样 高雄的官地庙 开出了幸运的钟上签 也预议着新的一年 台湾市运昌龙 风调雨顺 欢迎新闻另外开启 刘备摇高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明镜与点栏目